怎么样 掌声欢迎杨波 哈喽 我来上海很久了 刚来的时候跟人合足 要共用卫生间 很不方便 尤其我的室友是女生 我俩经常爆发争吵 我说 你洗澡能不能快一点 他说 你能不能先出去 别误会啊 他是我女朋友 我俩是姐弟脸 姐弟脸 相亲认识的 他是眉婆 后来我俩分手了 因为他有了新客户 所以说我很羡慕我哥 我哥在上海有一家公司 但一直单身 之前他拉我 陪他去静安寺求姻缘 很灵 一个月 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找到了对象 但公司倒闭了 我的愿望也实现了 有一对兄弟 两个人发展相差很大 哥哥游手好闲 现在在火车站偷手机 而弟弟脚踏实地 开了一家手机店 我妈特别爱砍价 小时候她带我出去 对方说三千 我妈说两百 不行就下一家 我说妈 要不就三千吧 咱已经走四家医院了 我快不行了 我妈说别着急 她会出来叫咱们 女生的问题很多陷阱 有一天我女朋友问我 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 我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去医院 她愣住了 说因为我是医生 你心里没有我 我很讨厌灌酒 有一天朋友约我吃饭 拼命给我灌酒 拼命给我灌酒 我刚要灌她 她说一会儿要开车 我很生气 因为我也是开车过来 我只能叫个代价 她接单了 我觉得上班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我工作的时候 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 杨波 你为什么不辞职 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 他说的 在智商里面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公司聚餐 经理说 杨波 我说 给大家讲个笑话 不讲就是看不起我 我说 我就是看不起你 他愣住了 这笑话不错啊 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 他看着我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 我说这叫Cobike 这叫Cobike 谢谢吴辟老师 其实 我说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 最近我哥因为一些工作失误 腿断了 这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手机店倒闭了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我的风格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 我就是这样 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 但他们不在乎 我舅舅还来找我 杨博 你能不能把我也编你段子里边 我说好 你喜欢偷看人洗澡 他说不行 你能不能编个假的 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 最后我想说 我真的很爱写笑话 我曾经开了个网店 卖我写了段子 方式是付完款后 我打电话讲给他 他笑得很开心 选择了七天无流退货 讲完了谢谢你们 好 你俩有点完了 有可能接近了 谢谢杨博 三 二 一 请锁票 可以啊杨博 杨博呢 上一场之后啊 他觉得自己的储备已经都讲完了 他居然非常荒唐地提出了一个设想 说 说李淡 我能不能就像正常人一样 再好好说头 放弃我这个风格 还是坚持了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这次的单个段子 是比第二轮和第三轮要弱的 所以说 我就用了一些结构上的东西 包括那个小头那个 用那个结构上的东西去弥补一下 callback吧 对对对 不光使用了callback还真正的使用了callback 对 因为这也很超乎我遇到 因为我发现咱们观众都很懂这个东西 所以还挺好的 就是我们的观众啊 对都很懂 他不懂的也得装懂啊 对吧 他能让你瞧不起啊 对吧 不懂的也得看 对 一看旁边乐了 哈哈 嘿嘿 嘿嘿 笑了 嘿笑了 但是这个结构的东西用的也还是很巧 可以 没问题 别变 为什么要变 这已经非常迷人了 我觉得这节奏特别适合 因为你每回讲笑话的时候 他都问我这是真的吗 是不是 这会是真的吗 不可能 因为你就是 我觉得引人入胜就是你一人的地儿 坚持下去 我觉得特别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觉得 我觉得很绝啊 就是说他选用这个风格 因为他选用这个风格 就是他一句 其实一个包袱 他其实需要演员有非常强的那个自信 对 但是我可以给你两个非常不专业的这个建议吗 好好好 你其实可以再清晰一些 就是声音再响一点点 或者你话筒近一点 保证每一句话 你只要说全场所有人能听见 这样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是 还有一个 你如果从头到尾都不笑呢 就当中也没有那个笑的这个时候 就一直是那样子 直到全部讲完了再开始笑 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 我之后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就是带调音师跟表情管理 就是这两件事啊 对 我倒觉得他笑的时候特有意思 就是 笑场的那个啊 对 就是他的人物形象 他那个我觉得这特难演 就是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就是那种 时尔让你信这事儿 时尔让你不相信 时尔他在愚弄你 然后时尔又给你一个特别漂亮的反转 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谢谢 你这个风格千万不要放弃 对 不要产生那种荒唐的想法 对 要走到底 别改 别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获得了全部领校园的拍档 那我们来看一下得票情况 杨波我觉得他的表演很绝 就是他在一开始选择了一种风格 让自己在一个限制里面去表演 这个是很厉害的 而且他找的这种形式是需要有超级那个自信的 应该上八十了 肯定上八十了 肯定上八十了 八十一跳 哇 哇 天啊 大家好 我是邱瑞 我感觉这几年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好是吧 都在研究什么消费降级 但我们这代人就没有什么精打细算的能力呀 是越想省钱花的越多呀 你们在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 里边东西是真便宜 但也真是用不着啊 我就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能挂起一个小孩的挂钩 一坐下屁股就凉着屁垫 还有自带跑步机的猫爬架 我们家甚至都没有猫啊 现在我家那条狗在玩猫爬架 等我冷静下来我就生气 我说我为啥要买这个挂小孩的挂钩啊 我总不能朋友来我家做客啊 我说哟 带孩子来的 来吧挂墙上吧 都一看账单我更生气 就现在我多玩一会儿游戏 手机都知道给我做防沉迷系统了 怎么在我沉迷花钱的时候 就不知道加一个呢 也不用做的特别复杂 只需要在我每次提交订单的时候 给我发几个验证问题就可以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奶茶吗 我以为我花钱已经够大手大脚的了 直到我看到我妹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双一万多的拖鞋 那个价格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 我说咋的呀 是穿上你这双鞋能增加移动速度吗 王者李一双真正能增加移动速度的鞋 只卖五百三啊 那是一个杀人都合法的地儿 鞋都不敢卖这么贵啊 鞋没送两天两个人就分手了吗 现在还分期还那双鞋呢 我说你俩好啊 你俩这后会有期是分期的期啊 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花钱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拖鞋就是在拼兮兮买的 三块九还带防滑 就当他便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他的性价比了 你只会好奇 就这玩意到底能偷工解了到什么程度 三块九能不能给我寄过来一双左脚 但你转念一想是吧 一双脱鞋它能有多难穿啊 PCC给了我答案 他做防滑的思路呢 就是给我鞋底打一堆的洞 起到一个吸盘的作用 我用力往下一踩呢 就把我脚也粘上了 特别的防滑 脱个鞋跟拔罐一样 那个卖家还说呢 有了这双脱鞋你再也不用担心在浴室滑倒了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防滑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浴室那个磁砖前面我都能走上去了 但也不敢真往上爬是吧 上面还挂着孩子呢 互联网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啊 我买了这双三块九的拖鞋呀 我就再也刷不到贵的东西了 全是一堆破烂 给我推那种六块九的泳裤 颜色都不让我选随机发 我有罪啊 我都二十七了 一想到自己有概率穿上一条粉色的泳裤 还是羞愧的不想下水啊 六块九的泳裤 现在稍晚步都七块九了 稍晚步才多大一块料啊 我都想问那个卖家 我说你这个泳裤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呀 卖家说咱都是正常尺寸能暴露啥呀 我说暴露了我的贫穷 我先点外卖吃个烤冷面 七块钱他都提示我可以用某倍贷款支付了 我不知道这帮设法是怎么想的 认识我这啥就玩死推啊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疯狂的给我推直发广告 我现在才全职干突破秀一年 已经开始给我推离婚律师了 我感觉我这后半辈子被这个算法推荐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以后人生肯定是有场大截 家破人亡 只能靠贷款点烤冷面为生 外卖手给我送饭出来拿不着 脱鞋沾地板上呢 我悲剧的人生已经确定了 但也没事 咱泳裤颜色是随机的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帅 比赛真的压力很大 每天写段子 而且我发现人啊 真的是这样 你平时也不努力 但经常会在特别不恰当的时候 突然努力起来 比如说我一写段子 我想说啊 好想看书啊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会在等红灯的时候 突然醒悟 我跟我说杨丽 别等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我说这大姐这过马路呢 你抄什么急 你和阎王有个约会啊 就得抢这几秒 阎王也喜欢年轻一点的 真的他不光珍惜时间 他还特别勇敢 我发现他过这么多年马路 他从来没有看过红绿灯 他都是看别人 他觉得别人能过 他也能过 所以他也不是怕死 他只是不想孤独地死 我懂 你知道 有一次我和他过马路 也是没有抬头 就那么直接过 然后这时候一辆车 卡几下车就停在我们脚边了 这个时候他说出了一句 我至今想起来都特别骄傲的话 他脱口而出 他说 刚才是谁戴的头 那样说哇 他好有逻辑啊 他一下就知道问题的源头 出在哪里 他就知道出事了 该怪谁 后来呢 我也来说脱口秀了嘛 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希望他还活着 就这两年呢 确实也尝试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工作 比如说我还去客串了几部戏 然后 然后我发现这些工作 特别不利于我说脱口秀 因为外边的演员都长得太帅了 真的 你搞得我现在根本不想说脱口秀 回来看这些通行员都特别不耐烦 你知道吧 连庞博跟我说话我都爱搭不理的 我说 我说这是谁啊 好平庸的一个男人啊 真的 和帅哥一起工作 你知道我演了几个戏以后 我才发现我真的很佩服专业的演员 人都说像我这种不专业的演员 入戏很难 我演过才知道 出戏更难 因为演员看别人的眼神都特别专注 你知道吗 经常是他刚跟我说 你好 然后我就完了 他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 回来以后就不想干就想演戏 跟导演说导演我太爱演戏了 每天查布斯他们想就想演戏 你说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戏痴啊 导演说不是 你这就是常见的花痴 他说看你对帅哥这个态度 脱口秀都是别人写的吧 我现在确实性格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前两天我跟一些演员朋友们吃饭嘛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杨丽 你现在有点油腻了 我想说我没有 我啥也没干啊 就只不过他说要敬我一杯酒 然后我就说干净啊 我说点啥 油腻吗 油腻就油腻吧 我也想开了我要拥抱油腻 轻心之日 约了别人 委屈了自己 油腻不光让自己很舒适 还让别人很难受啊 所以 所以我现在每天没别的就想变油腻 每天没事就在家对着镜子许愿啊 说磨镜磨镜 你说谁是世界上最油腻的女人 不仅在动作上你知道 在言谈举止和思想水平 这方面我也得跟上 所以现在李淡阿成路有什么酒局 我都不让他们去 我去 人家是替父从军 我是替哥参局 谁说女子不如男 到时候我就摇着一杯红酒水 这个刘大哥讲话啊 李太偏 来来来 坐在丽姐旁边 这个脱口秀啊 我擅长 想当年姐在脱口秀大会 那也是叱咤风云 谁看了不得说一个这个 来 你看姐心盘这串 亮不亮 就像你的头顶一样 幽默吧我 我真的觉得我这才真正的 我要是会这个 你说我在社会上过得多好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就是不够油腻 等有一天我真的油腻了 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我刚才就直接改名 我不叫杨丽了 我就叫杨腻 腻腻 所以我最喜欢湖南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现在就叫我腻腻 腻腻你好 你好 然后我就 懂我 你知道我为了练这个动作 看了多少食品吗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 你知道他们的动作真的好多 他们不光有这个 还有那种 就是那种 动作特别多 但你让人看的特别猫 我特别想教训的时候 你说你给我老实点 你知道他为什么 你知道看这首视频 你手机就会不自觉地越拿越远 你知道 好像如果这样他不小心 就是跳出来的话 你比较容易能躲开 你知道 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会儿 你还要歇一会儿说 哎 就是让人又爱又恨 欲罢不能 在现在这种作品已经不多了 除了我的脱口秀 你知道 所以呢 希望大家没事 除了看油腻视频以外 也多看看我的脱口秀吧 谢谢大家 我是妮妮 大家好 我是House 我讨厌比赛 去年我就是鲁莽地挑战了小北 被草率地淘汰了 你没在台上比过 可能确实不太了解 比赛啊 很容易输的 人生也是啊 过去的一年 我啥也没干 调整了一年的心态 尝试过瑜伽 冥想 心理咨询 终于 我想通了 还是得赢 赢才是我生活的解药 输了我还得去医院看病 赢对身体真的没有任何影响 最多就是赢麻了 正当我调整好心态 准备迎接舞台的时候 上海的隔离开始了 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心态 隔离到第50天的时候 我真的快崩溃了 那时候的我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 50天前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走在街上 尽情地感受着大城市的浮华与喧嚣 在那天下午 我借了一个共享充电宝 然后是前天在青岛交通国际机场还的 共享充电宝太可怕了 我用他的电他吸我的血呀 你们还刚记得他刚面试的时候一小时多少钱吗 五毛钱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一个小时多少钱 三块钱 四块钱 还有六块钱的 而店价一度多少钱呢 火电一度三毛九 风电一度四毛六 共享充电宝五伏一万毫安 0.05度电 一个小时却好意思收你四块钱 你真的不好奇他租给你的到底是什么店吗 难不成是爱迪生那会传下来的 百年老店吗 百年老店 一口是点啥 一口是点啥 共享充电宝它卖的是电吗 大家跟我思考一下共享充电宝它卖的是电吗 它卖的是教训 我家现在就有七个教训 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会为这么一点小钱斤斤计较 不瞒大家 我出生于一个投资世家 我的父亲在我六岁那年就辞去工作全职炒股了 时日今日我们家不能说是富可敌国吧 起码现在是有那么一点资不抵债 受我父亲影响我长大去了银行工作 三年下来有要十二万的积蓄 我决定裸辞 我当时的计划很简单就是用这十二万 炒股 然后在两年之内实现财富自由 实现我人生中的终极目标 买它一套粮食一厅 虽然在两年之内实现财富自由 有些不切实际 但当时的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买的第一只股票一上来就是一波大涨 第一天我赚了三千 第二天我赚了五千 你们要知道当一个人 因为不劳而获 两天盈利八千块钱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这是运气 他只会觉得这必将是今后我人生的常态啊 今后的每一天我都只会赚比前一天更多的钱 年化收益率百分之四万六 我是交易的王者 是A股的传说 散户膜拜我机构针对我证监会调查我 但是他们却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 我会带着巨额资产归隐田园 只给这个血雨腥风的二级市场留下八个大字 巴菲特就那么回事 以上就是我从事投资两天以来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啊 希望分享给大家啊 所以当第三天我亏四千第四天亏六千的时候呢 我的心态产生了一点点波动啊 我发现我不是那种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进取型投资者 我是那种既想要高回报同时又不接受本金出现任何损失的散户 我们散户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心气其高 但是心态其差 所以别跟我扯什么止损O-in 我就喜欢说哈 你们有过一天损失半年积蓄的经历吗 或者我换一个问法 你们的心死过吗 我那几天不吃不喝只是静静的望着窗外 我没敢告诉父母我炒股 我妈还以为我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我妈说儿子你想开一点 你要实在过不去 妈帮你跟他谈谈 你告诉我那姑娘叫什么 600759 然后我爸说怎么你也买的他呀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 那时候这12万就只剩2万5了 我想过很多回本的方法 多半不太合法 后来我想通了 还是得上班 因为如果你上班你就知道上班其实不容易赔钱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赚钱最主流的方案就是上班 我到现在都没有取那2万5 我希望他能够时刻提醒着我社会的复杂和我的天真 同时我也希望他能够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12万 谢谢大家我是爱上班的House 大家好我是Rock 大家就课长那样 过去的一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上了一个恋爱综艺 上恋宗没什么 但是要命的是啊 那个恋宗的观察员 还是大张伟老师 我就觉得大老师过去这一年太辛苦了 观察完我的工作 又去观察我的感情 现在又来复查我的工作 我跟医师一样 我说大老师现在我妈都没有你了解我 其实恋宗一开始来找我 我还挺高兴的 我说什么恋宗啊 这么有眼光 然后人家说老师 咱这是个离婚恋宗 说就是一些跟您有相同经历的人 有的也上过节目 您不介意跟同行谈恋爱吧 我说什么意思啊 难道这里边还有斯文 我说没有没有啊 别多想知道你们公司这方面人才多啊 但是只找你一个 我说这是为什么呀 他也很扭捏 我们这个预算 我说行别说了 上节目之前我也很忐忑 我就把市面上这些恋宗啊 都给他看了一圈 看完之后我惊呆了 这里边都是秀恩爱的现在 就各种喂饭 你知道吗 然后给你擦嘴 系鞋袋 又是开门又是拉安全带 我说这不都是护工干的事吗 然后一帮那个观察员还在那起哄 就受不了 好浪漫 上头了上头了 我说这怎么就浪漫了 就我们现在对浪漫的理解 就是生活不用自理是吗 那那几年我老爷重病卧床的时候 没少喂饭啊 我们一听他说 哎呀受不了 太浪漫 上头了上头了 我这把老骨头都输了 我觉得所有的男人真的都应该经历一下练宗的洗礼 太锻炼人了 好吗 就呆滞如我 现在也都学会了察言观色 就光什么时候及时给女生递纸巾 这都是学问 告诉你们啊 就是只要女生开始讲她跟前任的故事 你这手就得开始摸索 你就感受这个氛围 是吧 这眼泪要来了 要来了 给 没事的 小心你的眼妆 你一定要快 你知道吗 因为慢的话 你摸到的就不是纸巾了 就是其他男嘉宾的手 吓死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不算就是牵手成功了吧 那然后我就想 为什么现在谈恋爱的人越来越少 看恋宗的却越来越多呢 我就发现 其实恋宗已经成了现代年轻人的爱情代糖 就是它可以让你尝到爱情的甜 但不长爱情的肉 多好的事啊 你谈恋爱我磕糖 你翻车来我骂娘 跟我也没关系 对吧 所以现在大家看恋宗 只想看撒糖 对吧 一个真人秀里全是秀 没有真 越真越没人看 我们那个恋宗就是 真没人看 摇摇摇摇摇摇 有的人看了啊 那为什么你们告诉我 一记热播下来 我就长了两千个粉丝 其中一个还是赵小慧 就是标准的恋宗受众啊 就是一个母胎单身啊 每天跟我在那脱离实践聊理论 聊了两天突然跟我说 你们那个恋宗不甜 我气了 说看完我就一个感觉 这离婚呢 果然都是有原因的 好不是吗 但是真的也不怪他 你知道吗 我那个恋宗确实不甜 而且节奏又慢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节目 已经录了一大半 我还没有跟任何人产生瓜葛 导演组都急了 然后过来说 大哥 您来这儿是干嘛来了 旅行交友 光旅行啊 一天到晚坐那儿就起哄 磕别人CP 说说风凉话 发表一些自以为是 站着说话不摇疼的观点 你以为你是观察员呀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个人经验 就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怎么啦这是 无论发生了什么 只要我们做好 眼前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谢谢大家